MING ELECTION 出來嗎? 夾著我 你的MING ELECTION呢? 出機 怎會有一個女生來飛飛機 是不是賣東西? 是不是倫敦金? 那個叫Touch and Go 有一個說法是 當那個人一開始玩飛機 他就永世都會玩 七百萬種生活 我飛到變成狂 都繼續在飛 好 先拿一條鹹魚出來 可能你們會覺得很重 如果砌器也有3-4kg 我是Kumi 我是00後 我是香港第一個定義機的女機手 第一個女機師這麼誇張 但是你看看 又真的全部都是叔叔 Kumi在3年前開始玩定義搖控機 她在YouTube介紹和改裝噴射機 很多外國機友都稱讚她夠專業 今天我帶了4架噴射機 加上這兩架小型螺旋鏡機 拍攝機是很刺激的 你不會突然說整架自己抬回家 但是無形機你就可以擁有一架 我現在要博士 正負S 正負S 這個是負S 負是Gram 就是這邊 因為飛機一離地就不能再弄 所以一定要檢查清楚有沒有弄錯 譬如我會試一下這個 叫Aaron 那個方向有沒有錯 這個星降圖 其實遙控飛機和真飛機的理論絕對是一樣的 我會假設它這件部件會壞的 我會有第二件部件會頂替補上的 我放了很多後備用的東西上去 假設電池失靈 我會有第二粒電池是給它整架飛機的供電的 其實我散黑了很久 而死了我都穿上去就怕散黑 但是臉部就沒有了 因為要望上天 我飛完後就立刻躲進棚裡 準備將它帶上天 這次我飛的是蘇聯亞克130 上吧 出擊 哇 哇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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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震撼 因為是真飛機的聲音 我試試充電池 濕度很高 不過升級了 減速板 哇 很快 這次不合格 可能你會覺得時間很短 但是當你專注4分鐘 其實你的精神都開始累了 其實差不多 你明白嗎? 你聽我說 我知道 7 應該是6 7 7 7 6 5 這裡有 70至70 都有 有律師 有醫生 有司機 不會覺得很大對比 總之大家很像牛仔 就一起玩 妹妹 嘩 多謝 起司機 是皇上生 他們還覺得 怎會有個女生過來飛飛機 是否銷售東西 是否倫敦金 我熟了之後 知道我的花名就是倫敦金 這裏有出現過其他女生 沒有 這裏是男人 你搞錯了嗎 他們是傳播不到 是女生 因為女生通常 放飛機 衣服我們就封山收拾 這個小蛇 我被噴射機 他也會照飛 這裡的師兄弟很照顧Kumi 有時開車的時候 會接近他 他就會帶多幾部 最喜歡的戰機 和噴射機 和一班專業機友 一起研究 我們這裏 難聽之說 50歲以下的都很少人 是我最年輕的 二十多歲 你會覺得好像多了個女兒 差不多 我女兒比她大 我兒子還沒結婚 是否正確 一隻基本的法浦膠飛機 大約一二千元起 但有些前輩 會玩有動的飛機 貴的可以去到十多萬一隻 所以每次飛行都要精準計算 但意外仍然隨時發生 下了去 打拳下去 你貼咯咯咯 你是拼咯咯 我在後面 然後你便放去 豬的隊友 打電話給老闆 一間那裡 有收拾機隊 有收拾機隊 有一個零錄 你是甚麼隊 有一個零錄 看看有沒有位置 為何會穿安全帽 穿舊衣服 我們是鮑林 甚麼是鮑林 我是有攀樹排的 幾高都排的 我去做 一切的緣起 在四年前 Kumi看到朋友 跌爛了的定翼飛機機骨很漂亮 她接手之後 就看YouTube學修理 但是弄不好 一年之後 竟然帶著一隻 用飛機木和膠紙砌成的飛機 出來 飛機輪離開了地面 我就覺得 真的很神奇 真的飛到 在上空繞了一個圈 然後 然後 再關掉 變成一堆碎木 然後 我是非常開心 飛得到 飛機輪離開了 我就很開心 就是這班隔了兩代的師兄弟 支持Kumi跌入飛機的大坑 還加上他 人生最重要是放得開 不怕跌 那次 師兄借了一部很漂亮的木飛機 給Kumi玩 但他的飛機在上面飛 然後他把遙控給我 咦 為甚麼 推油 不想的 然後再推 然後 我把他的飛機整個 撞到地面 散了 超不好意思 但竟然他的師兄就說 咦 你不要介意 我拿另一隻再飛 我是比較幸運 因為 其實玩這個飛機 是 真的難度很高的 是很容易就會放棄 我是很幸運 很多人幫我 撞機 我有的 木飛機 自己弄的 其實在我心目中 已經不是一架飛機了 是我認識這裡 他們很多師傅 一直以來的 回憶 還有我開始玩飛機 到現在的回憶 但是那架飛機 已經被我撞傷了 然後我真的 站在那裡 呆了 然後眼淚淚 唯一真的會傷心 是那架飛機 但那架飛機 反而是最便宜的 在人家眼中 是最垃圾的飛機 是最多的 我敢出來的 那架飛機 那架飛機 從前的距離 他就不太理會風力的 等於一個大船 他也是這樣出海 一個小船 他也是這樣出海 他會出海 現在就不是了 他會衡量自己 那架飛機 究竟有沒有能力 可以對抗到這種風力 因為其實大自然的力量 比我們人多大 很多 十幾二十架 哪有 其實我們有一個心態 會想 這架飛機 他終有一天 是會離開你的 他可以賠到你多少個飛機 就是 飛到多一個 就是賺一個 心理質素 就會好些 而且你飛上去 就會放膽些 畢業之後的Kumi 現在做Slash 幾年前 都還會穿Lonita Cosplay 來做私影 他存了十幾架飛機 除了飛機長 他最上去的 就是不同的飛機模型舖 Hello XT60插電源 要用的電編 好 20A 待會我就會 把它換到他那裡 做了這間公司 這麼久沒有女生客 是唯一只有一個 就是她 她是我唯一 可以聊到飛機的女生朋友 她玩得比很多男生更厲害 統計是講求速度 你的反應一定要很好 很專業 甚至高階的玩家 才可以玩得到 所以她是很厲害的 有時候 有時候 機友都會找我 做飛機 就像這個 這個 他之前做爛了 我就幫他做 我幫一下他 就當幫補一下自己 不要緊 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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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肉贅 不抵 其實現在玩飛機 就不是很貴的 工廠有時候 會送一些飛機給我 幫他試 經常去新手機的部件 自己刮算都不知道 機件失靈 被螺旋掌握到你的手 嘩 這麼多條痕 流血 不要緊 我太喜歡做飛機 沒有辦法 我媽媽初頭都嚇到 因為 這麼大架飛機拿回去 嘩 這麼大架 嘩 又再大架 越來越大架 然後他都習慣了 對 我又把飛機 左攝右攝 本身是整個紅人霸了我的床 現在是變成有半格飛機霸了我的床 因為可能 玩飛機訓練了我的心理質素 所以我沒有什麼是提不開 除了死人塌樓之外 我都沒有什麼提不開 其實我覺得 很多東西都是 不能預計結果會怎樣 唯一可以做就是不停嘗試 一趕放飛機 每個人都問 是否犯法 其實據民航署指引 只要飛機重量不超過7kg 飛機高度不超過100米 保持目視飛 和遠離人群就可以了 但是2022年6月起 有新的小型無人機令 任何超過250克的飛機 或者航拍機都要拿牌 雖然說牌很容易拿 但是都要注意 不過 Kumi最希望可以多些人一起玩 其實玩這種飛機的人 一般都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飛 因為都這麼巨 有害怕嚇到人 所以我們通常躲在 可能在荒山野嶺 被人報警 也試過 這裡是正式的場地 這裡就一定飛得到 現在玩遙控飛機 場地和伸血都越來越少了 我希望這個圈不要再萎縮 有什麼感想 很難 真的很難 跟打機相差很遠 AKABA 限領 一énerg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